哈囉 大家好 我是傑森 我來加拿大已經四個多月了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給你們 你們如果想來遊學的話 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像我當初來的時候是非常的害怕 我要害怕什麼 第一個 我到底要準備多少錢 英文要不要很好才能來 然後我住在這裡 適不適應之類的這種東西 我是非常的害怕 但是四個多月後 我覺得已經還好 所以我想分享給你們 知道這些消息 這就是訊息啦 那第一個就是 來問溫哥華 英文到底重不重要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不用 因為 我自己 英文是那種非常爛的那種 我在求學期間是 欸 當光光那種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是跑來這裡學英文了 對 那當初我下飛機進海關的時候 當然這邊海關有會中文 但是就一個而已 所以會特別多人 那我就想說算了 我就直接去講英文的海關人員這邊 排隊 那他跟我講的 一大堆 但是我也聽不懂 我就只有跟他說 I am student 因為我就只會這一句 對 我就跟他說 I am student 然後再進了 因為我是學生簽證 所以我要去移民局 給他辦一張小簽證 那這個小簽證 去的時候 他會問你要工作 還是來讀書 我就跟他說讀書 那一樣嘛 我就直接跟他說 I am student 然後他就知道了 然後他就辦完 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英文 不用很好 你就能來這裡 我覺得 那來這裡會不會進步 我覺得 你不用工 你也會進步 因為 當然這邊有很多中國人 很多台灣人 在這裡 所以 中文 都能通 但是 你來這裡最主要還是學英文嘛 所以你 遇到的人 幾乎還是 都是講英文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慢慢也是會進步 當然你想 進步得很快 那你就認真學 好 那再來就是 你要準備多少錢 才可以來這裡 嗯 你像我是來這裡 讀一年 但他們這邊不是算一年 這邊是算週 所以我是讀48週的 的課程 那學費大約在 30萬左右 30萬台幣左右 對 然後裡面有包含保險 因為來這裡 你念書 你一定要保險 不然 你真的受傷了 你去醫院是 應該會比你的學費 我覺得 對 那 再來就是其他的費用啊 就像說住宿好了 像我這間 像我這間喔 差不多 一個月是 1700加幣 1700加幣 那 如果是HOME STATE的話 就是技術家庭 技術家庭 大約800到1000 左右一個月了 我這一個地方 離市中心 還有一點點距離 但是 這邊交通很方便 所以你 坐捷運啊 坐公車你都能到市中心 那市中心就比較貴了 多少錢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住過 再來講這個交通 交通的話 公車 跟捷運 是用同一張卡 所以 你可以選擇 你要買月票呢 還是你要買單身票 但是 我們如果是 每天都要去 讀書 去上課 我們都會買月票 那月票一個月是 九十五塊 九十五塊裡面 你就隨便做啦 你怎樣都不用錢 就是一個月內 你都可以搭不用錢的 等車 應該不能叫不要錢 一個月內 你都能無限使用才對 電話費 這邊不像台灣 就是有吃到飽的這種方案 他們沒有 他們就是 有1G啦 2G、4G之類的 那我自己是用2G的 那他就 流量就比較少 但是我平常不會 走在路上 看一些YouTube啊 還是說 逛個Facebook什麼的 我都不會 所以我覺得我很夠用 那我的一個月下來 是四十五塊 但是他還要加稅 那像溫哥華是十二趴 如果是普通 以吃以外的東西 都是十二趴 那吃的話是五趴 那手機加了四十五塊 加了十二趴之後 就是五十一塊 所以我每個月還要再付五十一塊這樣 對 非常的貴 比台灣還貴 貴好多 但是沒辦法 還是得用 好 再來講活食費 活食費 就看你是住 HOME STAY還是自己住 那HOME STAY的話 你就是 那些 付的那些錢 你就 可能包你三餐或兩餐 所以就 你就不用擔心這些 那像我們是自己住 所以你就得自己煮飯啊 還是外面吃 但是我會非常建議自己煮會比較好 因為 就外面吃 這邊隨便一餐 都要台灣吃到飽的價格 所以非常的貴 那像我都自己煮 我到時候會拍 那一集 我去買菜 哪裡買菜的這個 影片給你們看 我大概算過 我一個月 大約在兩百塊加幣左右 就是吃的部分就是兩百塊 好那我來分享一下 我 來這裡四個月的大約的經過給你們聽 你像我剛來的時候 我是找 HOME STAY 就是技術家庭 住了兩個月 那一開始來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很好 就是都給我吃的 不錯啊 那些義大利麵啊 還是一些異國料理 我就覺得 超棒的 但是到後面 怎麼越來越爛 他有一次 他竟然一餐 只給我兩顆 我包當 我就想說 這是他餓死我 是不是 所以我就後來 在外面 開始在找房子了 那你們如果想知道 這個怎麼找房子 我會在下面放連結給你們看 所以我就找到這裡 那我就故意選一個 離捷運來近 很多人可能 就是住的地方 可能 離捷運站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得坐公車 但是我非常不喜歡 坐這裡的公車 因為這裡的公車 沒有冷氣 所以是超級超級熱 然後有時候 上班時間冷又很多 所以我就選擇 我就自己買了一塊這個 滑板 就直接從這裡滑到 距離大概是 950公尺 是不遠 但是我就懶惰 好不好 我就懶惰 沒辦法 然後再來就坐捷運 就到市中心 市中心下車之後 再踩著滑板 就到學校 所以 每天這個路程 大概25分鐘 所以 沒有到很 時間很久 但是 你如果運氣不好 你租得很遠 你可能要提前一個小時 起床 然後怎麼坐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比較麻煩 我剛來的時候 是 我們學校 等級是 總共是12級 我剛來的時候是3級 但我剛剛有講過 英文是超級爛 那為什麼不是1級 因為 我好像還沒有遇到 有一級的人 1級應該是教你ABC 而已吧 3級 我如果講說我剛開始來 學什麼 你應該就知道 這3級 應該是真的很低 我剛來的時候 這個3級是教你 那一個 月份 跟星期幾 還有 幾點幾分 那我現在 第4個月是6級 你說我 英文有沒有進步 對我來說 我覺得沒有進步 但是 看等級來說 是有進步 對 那當然 一定還是有進步 像我剛開始來這裡 買東西的時候 人家問我要不要 塑膠袋 我聽不懂 我就 叫他再講一次 但是他講完 我還是聽不懂 所以我就 直接跟他說 謝謝我就走 對 是非常 蠻可憐的啊 是真的很可憐 我覺得 英文不好意思 真的很痛苦 好那像現在我要去 星巴克買東西啊 像我上次 國慶日那影片 我還去給人家 續杯 對不對 英文應該算是有 好一點點啊 好不好 好啦 那就 差不多啦 好不好 那你都有什麼疑問啊 還是一些 你想知道的東西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 我會 盡我所能去回覆給你 好不好 掰掰